本年度以法国在马里的军事干预开始,控制北方的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武装分子向南推进。 就在法国和非洲军队解放了北方的时候,圣战者的武装分子在阿尔及利亚对埃因阿迈纳斯市的一处天然气设施发动了复仇攻击,将数百人扣为人质,并最终杀死了至少36名外国人。 2013年一开始,索马里有望出现转机。肯尼亚和非洲联盟的部队已经在从重要的城市据点驱赶激进组织阿尔沙巴布。 但是在9月,一小批青年党武装分子袭击了内罗币的一个高档购物商场,杀害60多人,将肯尼亚安全和情报机构的失误暴露无遗。 我记得人们所说的就是趴下,趴下,所以大家一直都趴着,每个人都在爬行。 尼日利亚表示,她正在扭转打击激进的本土反政府武装伯科圣地组织的形势。 2009年以来,尼日利亚一直在与这个伊斯兰极端组织交战。 今年5月,尼日利亚开始对这个教派发动进攻。 联合国表示,正在进行的攻势已经造成超过1200人丧生,但是伯科圣地组织继续发动袭击。 在非洲各地发生的恐怖行动如出一辙,伊斯兰武装分子到处占领他们能够占领的地区。 他们建立了赖以藏身的避风港,他们可能甚至试图管辖。 但面对军事行动,他们就放弃其城市地盘,四处逃散。 恐怖主义从性质上来说,是不断再生,不断发展的。 说你可以跟恐怖主义作战是荒诞的。 我们还需要治理激进的原因,贫困,挫折感,及被国家排斥感和欠发达。 分析人士说,阿尔沙巴布仍然是最有组织,而涉足深远的非洲基地组织分支。 并且,阿尔沙巴布通过袭击商场获得了更高知名度,这有助于他在国际上招募人马。 在内罗比的非洲之角专家谢赫·阿布萨迪迈德说,国际社会必须保持压力。 他们有超出苏玛里以外的目标,他们有超越这个区域以外的目标,他们要将整个世界伊斯兰化,用武力而不是用说教,用武力。 美国和欧盟正在密切关注这些威胁,但是除了在马里继续跟武装分子交战的法国,西方强国都说,未来一年,他们将继续采取较为放手的做法。 资助、支援和训练非洲部队,以遏制暴力的极端主义。 飞起来,文艺姐帽总括者,跟武装棋中,正是唯不销的2号車厨。 技链 quin锏帽总说,确认权门石 您说,当此不是有放手提供特别的体系重独型。 感谢观看